能调众生 席令去向 二六多罗三妙三菩提 使明方便 大吉尽上 这一段 八 教化众生 帮助众生的目标 说出来了 那就是 二六多罗三妙三菩提 这是梵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 阿翻成五 阿弥陀佛 那个阿也是五 弥陀翻成量 叫五量 佛翻成九 整个翻出来 五量九 所以也翻成五量兽 兽是从德上说的 九是从智慧上说的 智慧无量 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翻作量 那么真的是 二六多罗 翻作上 三 翻作正 苗翻作等 下面又是正 菩提翻作九 所以整个翻成中国字 无上 正等 正去 为什么不法的翻出来 叫尊重不法 是这个意思 那学佛 学什么 就是学 无上正等正觉 正觉是阿罗汉 正等正觉 是菩萨 无上正等正觉 是臣服 所以佛 菩萨 阿罗汉 这是三个 学位的名称 每个人都可以拿到 什么条件拿到呢 就是阿罗多罗 三秒三菩提 你只有三菩提 那你拿着学位 阿罗汉 如果是三秒三菩提 正等正确 那是菩萨 加上无上 这是佛 最高的 没有比他更高的 所以佛 菩萨 阿罗汉 这么来的 不是说你读多少经 就是不相干 与这一句话相干 你得什么样的国位 完全在这一句里头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都是为这一句 而且呢 统统都能证得 真正是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那我们要问 基督教的神经 行不行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 行不行 行 只要用 一门深书 尝试学习 读书 七千遍 七一自己 多能开悟啊 不仅是佛家的 八万四千法门 所以佛教后 都还有个 无量法门 那就包括世界 所有一起了 没有业法 不能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佛家常讲 佛法无边 没有边界 哪一法 不是佛法 没有听说过 这基督教圣经 不是佛法 没这个想法 破了门教 不是佛法 中文大德常常问 考学生 会吗 会了 全是 不会 无量寿经 也不受佛法 为什么你着想 花言 也不受佛法 你把它放在心上 错了 必须心上 干干净经 一死不挂 那就对了 就陈旧了 没关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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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感谢观看